位于松山文创园区里面的文创大楼 原本是台北市政府鼓励文创业者进驻 从事文创产业的基地 不过许淑华议员召开记者会指出 文创大楼的办公室租金不但高于周边的行情 甚至还比低楼层的商场贵上两倍 议员痛批根本就是在扼杀文创业者 松山文创园区目前四楼以上的办公大楼 闲置的空间其实还很多 文创业者表示不是不想租 而是租金太贵租不起 好不容易政府看到文创业需要被扶植 也盖了这么好一个这么漂亮的大楼 可以让我们文创业者走向国际舞台 或者说吸引人才来深耕我们的软实力 可是看到这个租金我想各位也很清楚 太不合理的商场竟然比办公室租金还要便宜 而且如果这个数字是正确的话 要400平以上才能够租 那我们没有一家文创业者能做的 超大的坪数空间让只有十多人的文创业者 根本租不起上百坪的松烟文创办公大楼 市议员许舒华也调出资料替文创业者发声 认为卖场一楼以上的办公大楼 每月租金竟然比卖场贵上一倍 认为根本就是在扼杀文创业者 他们打电话来居然一坪收到2220块 2200块 而且更离谱的是他们要求这些业者必须一次租100坪 接下来到今年又打电话去问他的时候 他们说对不起100坪小坪数 小坪数叫做100坪已经租出去了 现在目前只剩下400坪的坪数 所以你一次要租400坪也就是88万 哪里有文创业者可以去承担得起 租得起这样的房租 许舒华议员表示 目前松烟文创大楼的厂商月营收将近3000万元 扣掉每年的权利金 每年还可获利接近3亿 这样假借松烟文创之名 实则在土利厂商 也让市府当初鼓励文创业者进驻的美意识大打折扣 中家台北新闻刘德鱼采访报导